斑马线变成粉红色的 整个路面也染红 就是在台南的安南区 安通跟异籍街口 道路上不明原因 有红色染料 喷到了车辆 还有民众的衣服 也有民众担心 爱车板金 遭到了轻蚀 PO网气胸 原警说首次遇到这种情形 经过了比对 才发现的凶手是 63岁黄姓男子 31号晚间7点 他骑车外出 要购买染香用的红色颜料 但是因为途中 遇到了大雨 他加速的返家 不慎将装有红色染料的塑胶袋 掉落到路面 而不置之 一分钟后他返回时 路面已经染红 至少有三个人 报警向警局反映 这一名63岁的黄姓男子 很抱歉 也说愿意赔偿 货物掉落路面 也将开罚3000到18000元 东森新闻在台南报道